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大帅,我是个本期大帅观战,来观战一把团长的速散之魂军工厂大副加前锋,还不错啊,然后先知加机械,这刀阵容的话,相对来说救人比较稳定啊,这边大副反应于要快,直接交一个怀表,这个怀表交的还是比较值得的,这上来没必要去,对吧,博弈,万一被拿一刀,对吧,这个速散,然后擦个刀,人走了,你这边尴尬了,对吧,还找对我们很影响整体的一个修机效率的, 而且对吧,我介绍也学不动啊,提前交一块怀表,甚至这边如果说大副,这边如果那个硬追的话呢,第二块怀表也可以交,第二块怀表,这样反正拖的时间的话,毕竟外面是先知跟那个介绍的,这边找到先知,位置上面一封过来到脸上一个蓄力刀,诶,骗出鸟,骗出鸟以后插一个眼,等鸟结束往前贴过去,等于说这边在追三个人啊,一个先知,一个前锋,加一个介绍的, 这一波追击的话,那我觉得速散血转啊,真血转啊,这边甚至可以过来插个眼打个娃,打完娃以后丢伞找到这边介绍,开二阶的,而且他丢伞过去切黑,有摇零,蓄力刀,一刀没打中,没打中的话,介绍娃,继续绕,转紧是转不了,因为他没有那个翻窗加速,往前走,诶,这波可以,这波翻进去了不还好抓了,因为这波,如果说你要进去用丢伞的话,那你就没有办法去丢伞找介绍了, 这边只能是选择放弃吗,还是说硬要丢伞来打这个娃,硬要丢伞来打这个娃很难的,这个娃我觉得,这边如果说心底上面博弈的话,就知道他肯定不会切这个伞,切这个伞,这边对于速散来讲是血亏的, 这波还是娃娃操作的好,蓄力刀,一刀,打中,好,那看一下怎么说,介绍那个爆点是在大房,这边吸魂过去赶前锋,先知回到自己的位置,修密码机,真想来讲,因为刚刚那波其实是速散赚的嘛,所以这波亏了嘛,我觉得也就是两边打打平啊,因为本来这边先知在跑,然后前夫也在跑,介绍娃也在跑,整个求生者的一个胸肌进度是非常非常慢的,这边找到先知,先知娘已经没有了, 这块板子B牌,踹掉以后往前顶有一个摇铃,在身位上面拉开以后,这摇铃摇不到的,摇不到,先知前面板子再一拍往这个大房转了,大房转了,介绍比还挺舒服的,对吧,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受伤,速散开局的一个击倒节奏偏慢,偏慢,但慢慢的,如果说能够将求生,因为这边的话,娃娃已经是差不多用完了,然后这边的话应该是介绍,这边过来偷袭介绍,介绍已经拉开了, 反应很快,应该是先知给他爆了一手,这一波介绍拉开,并且他本来应该这样想,就是安排自己的那个娃娃可能到后面两种选择吧,一种是贴门,一种就是,比如说这边已经削了80%,然后放着这个娃来补,自己再去补一台新机,这样我们俩只就够了, 找到先知,这边有眼的话,先知差不多应该是要倒了,这个先知再牵制呢,也有点过分了,点位上面一封,然后变黑以后有摇铃,这个位置走不了了,多拖一会儿倒是可以,多拖一会儿的话能吸一会儿鸟,如果说开门战真的有一只鸟能出来的话,这个局势有机会能争取得多好, 因为前击的一个节奏还是不错的,就是这波的一个牵制的话,就是所有的队友全部给力,机械师的娃娃牵制的很好,先知牵制的很好,前锋没有给到机会,大副的话前面也是没有给到机会,两个猛男没给机会,然后两个牵制位或者两个修机位,那个牵制到位了,真的牵制到位了,开门战这边的话看一下,如果说能够,先知吸出一只鸟了,那这个开门战, 不好打呀,这个开门战是非常非常富裕的开门战,这个开门战,我觉得速散要通过,哪怕他是团长,想要通过开门战守门来翻盘几乎不可能,因为先知有鸟,有怀表,有博命,密码机,前锋来保一手,拖出这个密码机,过来,对吧,你想来保,我还不想让你保的,我这边还想跟你来打这个密码机呢, 但剩余的马机应该量是差了一点点的,我们看一下这边差了,差了,还好差了一半,差了一半,差了一半嘛,慢慢拖也能拖出来,毕竟先知有鸟,然后两个怀表都在,对于速散来讲的话,这边大家可以看到,团长的一个思路应该就开始消耗了,这边就是硬消耗了, 把你们的怀表啊,球啊,全部消耗完,然后打一个残局开门战,刚才这波的一个选择,没有选择去挂这个先知是非常正确的,挂先知我,这边前锋一波撞就,对吧,他用不了多少球,然后我这边的话,又没有办法去控命马机,对于穷者来讲,反而是更好接受的,到了二阶,前锋这边先知,先知的话,能顶鸟的, 这边管机械时期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的,这边应该是留伞去守前面大门的密码机,这波丢伞看,能不能把先知的鸟什么的逼出来,我感觉这先知的鸟应该不会交了,对吧,我两个队友都有道具有博命的,我为什么要交一只鸟呢,我这边就硬牵制,对吧,就硬牵制,哎,我就硬牵制,对吧,前方这边甚至可以来一波撞救,撞救以后博命20秒,待会儿密码机点亮,两个人一起修,哎呦,真的是, 这是,一边想消耗,一边不想让你消耗,对吧,就我就,我就节约型打法嘛,打一刀,哇,这个剧的刀打得漂亮,但是已经来得有点晚了,丢伞,界势已经拉走,准备去放王阿天门了,这边过来,这一手,一刀,好的,在密码机快要亮到这一刻,密码机压好了,但是这样的话呢,这边先知先起来, 打一刀,界势要过去点,但是你要过去点的话,这边可以将这个,牵起来啊,拆个眼,打一刀,这不会没点亮吧,娃娃扛刀,再来点,还是没点亮,头修师,我,那边那边,哎呦,还好,修了两台那边亮了,哇,这机械师真是金了个呆,这我们的肉眼可见啊,就差了一丝命, 这个密码机,就是没点开,点了,得有个三秒钟吧,点了,得有三秒钟没点开,前方还有段球,但这边一个训道,能够到吗,够到了,够到的话,这边西红是银胶,它只能走回去,这边下一个眼走回去,管先知,先知这边有鸟的,大副这边点完门,呃,机械师这边是可以去翻个道具,先知鸟待会儿留着,它可以先保自己啊,保完自己就可以了,这前方可以卖的,对吧,这前方可以不要的, 这边开西红,过来,排耳鸣,排耳鸣,看一下有没有人,还是很难,我觉得翻不了,翻不了,多跑局的可能性更高一点,因为球者他这边的话,没有人上过挂,剩余的东西太多了,还有一块环表一只鸟,他们是可以慢慢打的, 一刀,顶着一个小搏命走了 那一个搏命结束了,先知这边是把鸟留给机械师 诶,这波鸟给的 有点奇怪啊,这里有摇铃的,还有一个丢伞,丢伞6秒钟,摇铃 打一刀,插眼,往哪边走,先知鸟已经交了,关键是,这只鸟交了就比较是啊,这边如果说能够留下前缝吗 看一下素材到哪里,在身后,在身后来不及 三跑,三跑 还是前期太烈了,但是也可以看到,就团长的这个开门战真的很恐怖啊 要不是穷主修了两台 说不定这个局还真给翻了,说不定还能翻出一个多抓的 当时那个场面已经是一度,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就是瀕临崩溃的状态了 感到这儿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